好,ERA的经营伙伴,大家下午好 也就是说因为这一波的疫情呢 也让大家呢 不得不,不是说你要不要使用 要不要在这个线上 要不要使用这个所谓的 行销,这个云端行销的部分 现在也让你呢 不得不一定要来使用 假设这个疫情呢 就目前为止 假设它没有结束的话 那你接下来,你只能在家里了 因为目前最新的状况的 的说明 包括政府的机关 无论如何,你要不要外出 今天不是你要不要外出去见客户 客户看到你会不会害怕 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也让我们这个房屋重建业的产业 如何来赶快来 适应跟使用 因为或许这个是未来 绝对可能是一个趋势 所以不得不来使用 那相对呢,我们在上周呢 尤其目前的股票 我都讲过了嘛 每次我们在做物件交流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看 现在的股价 可是我告诉大家 你现在不用开电脑 你不用想 股价会好吗 肯定是不太好的 不过呢,这个都是一时的 当然疫情呢 如何让他快速把这些感染者 迅速的发现到 赶快送医 或者做什么的处理 那当然一切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常 不过 这样的一个行销方法 应该在未来所谓通过这个AI 绝对是不可能说他会消失的 或者是会不见的 因为这个已经渐渐取到我们传统的作业 因为这波的疫情 大家只好乖乖的待在家里 那除了在家里之余呢 你能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告诉大家 今天所有分享的物件 你还是一样 在透过你的手机 有更多的时间 在他的LINE 在他的脸书 来观赏这些物件 所以呢 也就是除了我们原本的物件以外 如果你再加上这个360度 或者这个3D耗时 是不是让客户更有多余的时间来做浏览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目前已经是一个趋势 而且是非走不可 所以呢 各位可以利用时间 把你想要销售的物件 赶快拿着你的360度 这个拍摄的工具 赶快去把它拍 然后再把这个3D耗时呢 建构起来 借由这一波 假设这一波的时间 如果现在是只有两个礼拜 假设是两个月 那或者时间更长 那你的销售能因此停顿吗 可是我告诉大家 就因为现在钱都跑不出去 所以现在对于房地产 大家想要购买这个房地产 我告诉大家 那个热络度 依然是存在着 所以很多人都问 啊这个餐厅呢 商店呢 都没有生意了 那你们仲介业是不是也会怎样呢 我告诉大家 就我们二十几年来的经验 当景气越不好 依然有人要卖房子 当景气越糟糕 仍然很多有钱的人正要买房子 所以在跟大家透露几个小消息 我们接着又有业务呢 接了几个亿的物件进来 可能五亿十亿的物件就进来了 那买家有没有 我告诉大家买家还是存在的 因为是因为买家要而去开发 就像刚刚Justin处长所讲的 是因为客户要 所以他去开发了这个地 那开发了原本的客户不见得会适合 可是我们其他的同事 他就透过这个LINE 就找到合适的买主 就进来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现在在网络上这样串联的机会 是越来越大 所以各位赶快把握你的时间 透过熟悉找一天 熟悉这个LINE跟脸书的操作 祝你最后 祝你业绩怎么样 冒大炮 大家说好不好 嗯好 今天物件交流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